国山北上381.3公里处 也就是验潮系统交流到附近 传出了惊险的画面 上午11点多 一辆轿车就停在中线车道 疑似车子抛锚了 男子就站在车子的后头 拿起外套 不停地左右挥舞 要提醒后方来车留意 结果行进的大小车辆全被吓到了 大家纷纷左右闪避 这次发生在上午11点40几分 驾驶疑似没有车辆故障标志 他站在车子后方挥动外套警示 面对时速上百公里的车流 这行为真的十分的危险 还好民众报警求援 没有多久 国道警察已经派出了拖吊车 前往协助处理 在12点多将车子 移往一旁的路间停放 戒除危机